大家好,我鄧慧雯,阿飛,為你做會,心思有人知道 我的好朋友,我們的洪素卿老師每次出場都介紹醫藥記者 但是我感覺你已經不是只有醫藥記者了 我覺得你是全方位健康專家 謝謝阿飛這樣說 其實我比較是醫藥記者之外 因為我大學大學是十分的 所以我對這個我有稍微研究 客氣了,客氣 真的,你真的不只是大學讀 素卿,你還有秋天養生這種關聯 我對於說,以前沒有 就是你剛才說,人要有花 在想就說,是不是要養生 你有感覺,因為很多政策 總是你差不多有花了,再出來 之前,我吃冰都沒什麼事情 我一年四季,我都在吃冰 有時候吃削冰,有時候吃雞的冰 有冰我就吃 我以前我就說,我都沒什麼事了 可是我告訴你,你有花了 所以我開始吃冰,比如說有時候在生理系列 所以馬上吃完冰,馬上他就再見了 這樣喔 對對對,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你開始有花,你就開始說要注意 所以這幾年就會開始說,要注意一些什麼東西 應該吃,有一些東西應該不要吃 其實你剛才說這個,我是怎麼覺得經驗 不是說我吃冰沒關係,不是我憑你比較用 是因為我自20歲,如果吃冰就已經是這樣 所以我都沒辦法吃冰 所以我都沒辦法吃冰 你以為我早就糟糕了 不要這樣說 我覺得每個人真的也是有自己體質 體質強弱 所以我們來請教結束 請,秋天有什麼症討?有些常見的 有什麼過敏、呼吸道? 然後秋天大家容易要注意什麼事情? 我覺得秋天在台灣差不多有三個 三個事情要比較重視 這件你剛才說的 就是這種感染的傳染病 先說這種傳染病尤其是在我們呼吸道 你也知道我們現在開始要煮流感疫苗 現在就差不多九月、十月開始了 不羈流感 這幾年他們呼吸道融合病毒都會來 所以就說秋天覺得是病毒很活躍的季節 可是我的感覺是這樣的 因為秋天剛才我們開學 尤其我小朋友時也剛才開始開學 我還要一回 尤其你們家的現在 阿伯你們比較少、比較有就知道 現在差不多可以探討一下 就是開始再來交換病毒的時間 你不要給我怕 這是我心頭的夢魅 我一直說我有一個朋友說 他們如果開始探討,脫耳手開始 又二年開始 所有的病毒都感染一輪了 這些小孩都長大了 媽媽也長大了 所以你說 阿嬤就是多月十節了 我們要開學 然後天氣變化 開始變冷 所以呼吸道的 見討意的比較多 所有的包括不只是病毒系列 還有一段重點 我們台灣其實可能是比較工業化的國家 所以我們現在像我這樣過病的孩子也很多 過病 我們這個十節 我們就很容易對流行 譬如說現在人家做什麼病我們就會對 讓人家來流感 我們來流感 人家來什麼 我之前想說是怎樣 後來我就想到 因為我們的黏膜沒有別人那麼健康 你說呼吸道這些黏膜 對啊 尤其是像我的症 我的症状同年間就是 我有過敏性鼻炎 所以說 在地上來就開始一直很痠 一直很痠 這就是出生的 可是剛才說 在秋天 我當下真的有時候 打噴嚏會打到停不下來 如果你忘記做一些預防 看人家打到停不下來 有時候你甚至有時候打到 或者因為鼻子比較乾燥 然後他就會覺得 醒鼻涕的時候 裡面還有一點點血絲 血絲 對 剛才你就想說 感覺就是覺得 呼吸道你膜應該都會比較脆弱 可能有微小的傷口 可能也不知道 現在如果 我們隔壁的人 就算在毛病就算在毛病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像這種過敏的人 在這段時間 真的就是一定要好 一定要注意 可是我覺得 像現在疫情 大家都掛口罩 有幫忙 因為你掛口罩 還不直接接受到外面 空氣裡面的東西 過敏有比較好嗎 有 我告訴你 我自己的事情 就是真的 你每天都在家裡 你打噴嚏的問題比較少 因為尤其我的過敏 每天都是塵滿 你如果有比較臘散的地方 有時候有煙起來 你就開始做什麼打噴嚏 這是一行 可是另外一行 就是說我對溫度的變化很敏感 所以我每次坐客廳車 我一水滴了 我就開始喝酒 我就開始喝酒 我開始喝酒 我開始喝酒 就很緊張 他就說 我說 以前緊張是不一樣的緊張 以前緊張是說 稍微我冷氣要幫你調整嗎 以前是想說 是不是他冷氣要打噴嚏 現在緊張 他都默默的調整冷氣 看看 是為什麼我繼續喝酒嗎 所以現在我不會說 一直打得這麼喝酒 我就說 你會頂多打一個噴嚏 你就發現 他就止住 就發現說 第一個好像對 因為有時候在客廳車裡面 他可能他也沒那麼穿上的人 他的客廳比較垃圾 你也不知道是怎麼穿上的 你就一直打噴嚏 現在差不多就打頭一個 他就停了 所以第一個 因為外面的空氣 也有把它隔開 第二個就是溫度 因為經過我們處女人的調整 它也沒太突然的刺激 是 第三個就是 你的灰塵也不會進來 所以我感覺 第一個好處是 經常打噴嚏 打噴嚏的症狀就比較少 過敏的症狀就比較少 可是這是說目視道 所以我們這些人比較妙 就是呼吸道 嘴巴大氣很好 對不對 可是皮膚就不好 我當嘴巴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有時候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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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一直 你會不會 你嘴巴的呼吸 有失去 有時候 因為 我出去 整天有時候 都沒有辦法拿出來 因為你說你的家 你不會拿出來 你一個人在你的辦公室 你能拿出來 可是你一直在你外面 你會一直戴到 一直戴到 你知道 整個的海家 都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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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皮膚的過敏 是啊 所以我們聽眾朋友也很多 就是 過敏這個問題 就是 真麻煩 我自己 你剛才問我 說水安 我不同的品牌 其實是有差別 我用來用 我就知道 我掛哪一種 我就是皮膚的過敏 每一個人的鏡頭 是不是有什麼方法 一般對大家來講 像秋冬 比較有效的方法 有真的 可以吃什麼 還是 注意什麼 作息 還是 生活中的習慣 我們來調整 可以 比較有幫助 你有沒有什麼心得 來跟大家建議一下 秘訣好不好 好 我之前開風中意的時候 他們說春天 要怎麼做 其實我看我應該 做不夠 我可以分手給大家 他們兩分 你說春天這件事 就是說 要 那句 中文 那句 就是 我 我 我 語講話 他這樣說 他說 秋天要早卧早起 雨季巨星 意思就是說 你要早睡覺 早起來 雞跟雞差不多一樣的作息 所以我做一套 語姬喔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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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意思就是說 你要早睡覺 早起來 你的作息就像 雞一樣 所以我沒辦法 所以你很說 拜託 雞很早就起來了 五點就在休息 五點 所以我猜他可能是 這段時間避過 他們說的早起起來養肺吧 因為他們 中醫講養肺是什麼 七點到九點之類 我不知道 但是我做不到 可是 養肺是要醒著才會養 是不是 他們就可能早起起來 要做一些什麼 怎麼樣讓他那個之類的 我們在 另外一件事情是 比較簡單的 就是說 我自己能做的 我常常覺得 中醫講究的 就是跟著食節來吃東西 這件就可以做了 因為我也知道 就是那個季節生什麼 一定是有道理的 所以他們會覺得 那個季節就是該吃什麼 我以前出門的 就是說 你有話跟我說 比如說我們差不多 夏天啊 夏天就覺得說 夏天最好吃的就是粿子 什麼瓜什麼瓜什麼瓜 其實也是剛好那個季節 你就是要這些東西 可是像秋天啊 秋天我最喜歡吃兩種東西 但我覺得大家也可以一起吃 秋天會出來的一個東西 洛神 你是嗎 我今天要說 一般人家有在吃洛神嗎 你每天在吃洛神啊 我跟你說 現在還沒出來 到晚一點會大出的時候 你可以去採埋起來啊 那如果新鮮的啊 因為溫淨點 我人家 當然你做一點點 像蜜餞一樣的東西 或者把它煮成像洛神茶 我超愛超愛超愛 因為洛神啊 我覺得對是全方位的保養 你如果不加太多的糖 它真的很不錯 因為有研究 我之前想說 包括什麼 對於什麼膽固醇啊 因為你知道年紀大 為什麼有這個事情很差異 就是說 我們過差不多四十五十 尤其女生啊 大部分更年期前後 你去檢查就發現很有趣 你以前所有正常的這些血脂肪 血糖什麼血壓 都有可能在這之後 變成不是很正常 所以我覺得 差不多這個時候 可以開始保養 保養呢 因為洛神其實很簡單啊 你就是從那些人 就抓出來的時候 你去買啊 他有 他突然沒有打出 沒那麼快 你做 他有拍得很乾的啊 因為盡頭用不是說 他留給你煮水 要不要 不用煮太濃 然後你就可以不用加太多糖 吃了有什麼好處 吃了什麼好處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煮成水啊 我覺得就是 秋到然後你就是要喝水 所以呢 其實光自喝水 那因為我這個人盡頭用 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人 其實很麻煩 或者很多小朋友跟我一樣 我不大喝沒有味道的水 這是我的壞習慣 所以我就用這個當作有味道 讓自己可以多喝水 這是第一件事 你就是即使是淡淡的都好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很簡單 它就可以幫你 第一個讓你補水 第二個其實呢 它裡面有一個東西 是那個錢花青素 錢花青素這個東西呢 一般認為就是啊 大家大概都聽到什麼抗氧化 幹什麼之類的 可是它以前也有研究 就是發現有些你會發現 為什麼方間的一些保健食品 會說什麼它會降血脂 降膽固醇 那他們就是他們也做一些實驗嘛 雖然不是大規模的啦 所以你不一定因為這樣子 要去買保健食品 但是至少表示 你平常把它當作日常的食品 是可以的 就是因為反正如果可以幫你 這樣改固醇 這樣截止 你這樣子把它當作日常的飲品來喝也不錯啊 但是重點就是淡淡的淡淡的 不要煮跳膿 蘇晴 請問一下 我每次要泡這些東西 我都會心裡一個疑慮 就是那有農藥嗎 因為我看一個朋友 他說我們如果泡這一些 像曬乾的東西 像夏天喝菊花 像冬天這些洛神什麼 就是要怎麼樣確定說 你不會都泡來再喝農藥 其實是這樣 我覺得大家去買的時候會比較注意 反正你去買一些 我們台灣本地生產的 然後尤其問你可以看到生產履歷的 或者是這些什麼 幾元樸的 或者是有些什麼 其實都算是沒有 我覺得台灣人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人對於農藥這件事情的 觀念有時候太緊張你知道嗎 尤其有時候我看到 大家那個 因為說真的有農藥這件事 他生產一世 說水要放15分鐘 讓他每次泡 我說泡掉你的蔬菜都冷 你的營養分也泡掉了 為了這樣 因為其實就算是冠型農法 只要他依據這個農藥的使用規定 讓他一定的時間 就是讓他代謝 然後再加上 通篤的過程或清洗的過程 也會有一些農藥會把它清洗掉 所以然後加上我們身體真的有代謝的能力 所以我真的覺得也不用在意太多 而且說實在我的山楂那個用法 他其實 我的那個落成的用法 其實他也沒那麼濃 你不用想說你可以喝到太多 我教大家簡單的煮法 其實呢 你只要放兩朵就好了 兩朵 如果你很喜歡有一些那種其他味道 你可以加一些山楂 不然你不要加也可以 山楂也很好 對 山楂大概三前就可以了 一點點一咪咪 讓你自己喜歡 然後加水大概一千CC 然後呢 你呢 懶人法呢 就不用那邊慢慢煮 就是你水煮滾了之後呢 把它進去悶五分鐘 這樣就好了 哦 那可以可以 我們每天都可以這樣做 對 因為很淡 它只是有味道而已 它就是讓你可以多喝水 剛才素卿說到我們這個落神 還有不要對農藥太過度的緊張 我覺得緊張也是很不養生 太過程中也很不養生 剛才素卿還要補充對嗎 對 落神 對 落神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你說落神是怕大家吃的蜜餞 因為我也說 有人聽說落神很好 就開始去買的 如果市面上買這個就是 第一種就是蜜餞 第一種是果乾 如果那個湯吃的第一 所有的好處的多底 你不要把我的心事都講出來 你剛剛講落神 我心裡一直想著 我就是落神的蜜餞 好不好吃 你知道吃泰國菜的時候 你如果點蝦餅 或是烤松板煮 他會給你附一些落神的蜜餞 很好吃 可以吃 因為我剛才說醫療 你不要當作說你需要保養 他就是蜜餞 蜜餞我的東西 你就是乾不吃 吃到心情好 對也好 就是剛才阿虎有在說的 因為我剛才想著另外一個 證明天應該也不會 就是你的精神科 因為我不是說 以前古人說 桑春飛鳥 對 有時候看 我心情好的時候 看那秋風少落葉 或是啥 看那太太 夕陽都很漂亮 人越老 還是心情越壞 有時候看 是另外一個感覺 你說的 沒錯 以前覺得秋天 覺得什麼葉子都轉紅 大地就裝點了很多的色彩 覺得非常的失意 如果看秋天就覺得 幸好媽媽乾去落下來 就像我的青春 我又又老了一年了 我又春花水 為什麼 完全不一樣的心情了 對啊 所以我就說 今天秋天 有些人 這個時尚 有些旁邊的人 有些人 有些兵傷時 就是有什麼憂鬱 還是睡不好 我感覺 一段時間 可能也是因為 季節開始 有變化 有些人 還是說 什麼情形 孩子開始 要躺在那 不知道 我有些人 這段時間 心情也有變化 睡眠也不太好 這也是一個人 這也是要去調整 心情的保護 那我很關心 你剛才說落神 還有一樣嗎 你說有兩樣 秋天出來的 還有一項是誰 第二項就是 中醫店說 秋天就是秋皂 秋皂 他們的補法的時候 他們說秋皂 就是會傷肺 那中醫的肺 他們就說要吃什麼 就是吃白色的食物 白色 白色的東西 白色就是漂白 漂得很白 白色其實差不多 像秋天有一項東西 東西要出的是山藥 對 山藥我覺得也是非常理想的 就是平常可以吃的 因為它剛好有幾個東西 都是現代人很需要 第一個顏色對的 就是例如剛才說 照中醫的養生 他們就說像秋天吃白色的 白色我記得那時候 像我們爸去做虛寶 秋水的時候 我們當時我們就用什麼 我們就用那個百合根 像看你用新鮮 有時候新鮮的不好買 就是白痴的 就是百合根去鹿菜給他吃 那就是白色嘛 有時候我們的白色就是 用山藥 山藥也很難用 就是看台灣還是日本的山藥 它做法不太一樣 台灣的山藥我覺得就是 它就是動作主食的替代品 因為它比較像主食 所以主食的替代品就是 它煮湯什麼都不錯用 日本的山藥 因為我覺得它有時候就是 沒辦法這樣牽絲 這樣很好吃 對 對 對 我以前要去一家的產品 有時候有的 有的 山藥也沒有 要不要再喝 對不對 把他沾起 就要吃 就要吃 那山藥是要好好吃的行為 山藥底了就是 剛才對前就是中醫師說中秋天的養肺來 白色食物料 因為沾藥以及膳食行為經濟 我們不是說這段時間跟你貴病 有人說貴病要吃什麼保養 這幾年有人說你的貴病 免疫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你的長子 從你的腸道去跟你的免疫系統對話 然後調整你的整個免疫的感覺 所以免疫系統對話的方式 有人說我就去買益生菌 所以我覺得中央日常生活來吃 你就是益生殖 我們說益生殖就是益生菌吃的食物 益生殖其實就是包括多糖體 還有這些纖維 你看山藥的格格 有人說那些是什麼 你食物中你喚起格格的這些東西 其實幾乎就是包括可溶性纖維 這些多糖體的成分 所以從後來跟你的腸道對話 同好讓你調整你整個的免疫系統 所以我來講 所以有做益生殖就是這樣 有人叫做益生園 有人叫做益生殖 像秋葵黏黏的也是嗎 也是 因為這些黏黏的東西很差別 像秋葵 或是今年有人做什麼關華豆角的吃 差不多 就是這些格格的東西 如果你有的人 它是說 它會糖嫌到比較近的這些人 有時候你能先吃這些東西 你才開始吃 為什麼 延緩你的血糖上陣的幅度 其實現在我們常常都要吃一些DGI 就是不要讓那個 不要說東西吃下去 你火糖穿得太快 就是不穩定的血糖 其實壞處很多 有時候有的人做養生 它是養生養到心情很壞 你知道嗎 因為它真的不能吃 那也不能吃 每天看 我民生在世 你真的不能吃 那也不能吃 你花樣子要做什麼 所以我有時候想說 能吃可是蛋不好吃 有時候就悄悄悄悄悄 什麼叫悄悄悄悄悄 就是像這個 你不要讓你火糖穿太快 不要一次吃太多 不要請太快 就是像我 我剛才說 你剛才說的三塊 我說的三藥 這些的糕糕的東西 它讓你的火糖穩定 所以你先吃吃吃吃一點 你再吃你要吃的東西 第一你就吃不太多 因為你已經 發肚了稍微看三分百 你就吃不太多 第二就說 你現在才去吃吃 它的火糖穩穩 穩對你的傷害就不太大 你一樣可以吃你自己的東西 所有的糕糕都會知道 我跟你說 像說有的人 我像現在另外一項白色的 是什麼就是白蒙蔽 對 白蒙蔽 白蒙蔽現在已經比較好煮 因為以前有當時 人家說 我吃的蒙蔽 要煮至我家裡 要狗狗 都會醃狗 因為以前都是白蒙蔽 這是白蒙蔽 這白蒙蔽 還要拌 還要拌和它 狗狗狗 現在我看過一種新的白蒙蔽 很好煮的 是從頭髒 的你知道嗎 它的頭髒還漂亮 有當時還有 bom的味道 是牛或是超级市场买的 就是铆的 它不是很乾的 那很快煮下去 就是热热 很快煮下去 这样搁搁 你把它弄作 你做甜点也可以 有时候 我不知道有人煮 煮铁的 你如果没那么铁 就沉一块 沉一块 红色的 红色的 红色的自己就在铁 我也很爱吃这个 我也很爱吃这个 但是苏星你说的是 我顺着想到一个问题 我哪有时候 买一种新鲜的白木耳 像什么农场 还是什么大学 实验农场 这个都很常见 有什么顶头都没记住 那到底是可以放多久 那人放多久 这到底的问题 我识认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都没自己放多久 我都冰 因为我都去买 我去买 看他顶头都没什么记住 我有一次 我有问有机超市的人 他说这都不错 为什么套的东西都不错 一定会错 因为我就没有办法 他们说因为这个好像可能出来 他他通常都可以放 就是他不会很快的变质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在飙日期 反正你买了 看来就漂亮 回来都会煮 趕着吃吃 这样就没问题 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 我觉得是这样 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会处理 其实他只能包装起来 因为当他包装起来 一般的缩口路 一般的超级市场 都要表日期 这些是规定都要做 地位是散装的 譬如像我們探査一般設定規定是這樣 它是山莊 它在菜市場 它是放幾檔給你做 它是在超級正常一匹一匹這樣放下去 它不是把它包起來 這樣可以不要太力氣 它是因為它說我 是要一堆一堆的 它都是放一堆一堆把它包起來 一堆一堆 照理說它是一堆一堆 它就會跟它打 它是什麼時候 這樣我再來建議 所以它沒有寫是不對的 通舊它是三、四季進會 這都是要寫的 這就是一堆一堆 我覺得我們現代人有時候不記得 我們有品牙跟麥珠唱 我們在買菜的時候 帶這三行東西去就是了 怎麼會不會記得啦 品牙跟麥珠唱是怎麼會不會記得 所以說品牙的品牌 因為你蒸的味是很香的 有的說有的還有火的香味 你蒸起來什麼感覺 你看起來什麼色 我跟他說車的八公里 它是比較天氣的 它不是像噴乾的 噴乾的會變暗暗 車它就比較暗 比較低 不太暗 就是你要買新鮮的 回去你摸起來就有怪怪的麵 這樣煮應該就是菜 我感覺你也是算聰明 聰明主婦 你聽起來對於買食物是很專門 你每天都會自己去煮嗎 因為我做飯堂 可是我在去煮 我就是買 沒有啦 因為之前電影做上料理節目 那老師都給我教 他們都說很簡單 像我今天問說當季食物 有那麼多人 因為他們都說吃當季最健康 我說不太好 我就知道現在當季出什麼 他們說當季出什麼 跟我們在那一般菜市場 他說一般菜市場 你現在去 每一堂都有的那個當季 大出的啦 有大出的啦 那一堂就大出的 每一堂都有都當季的 跟那一堂大家都沒有 你想想問說 現在這是什麼 這是當季度來的 我剛剛的肅清功 這就是一個很基本的養生的道理 如果你現在要開始養生 想怎麼說 你若是每天都 定牌股飯 雞腿飯 牛腩飯 三四行在輪 另外也不知道現在出什麼 但是你如果去市場 你就會知道現在出什麼 這是一個基本概念 我覺得還說 對自己吃什麼 夾用一點心裂啦 這就要我們今天想要 幾分間有兩行的事情 要給肅清清告 就是現在秋天 就是現在大家都很多油啊 對不對 家裡面很多柚子 還有螃蟹啦 這兩層的事情 修建野 這個是可以吃 還是要吃不吃 當然可以吃 可是之前就說 毛蟹這層的事情 因為有的人 他就想說 人家說毛蟹跟什麼 跟黃酒或什麼 我忘記說有毒 因為大家都看 那一部分叫做農民粒嘛 農民粒就是後來都說有毒 我必須說幾件事 像我自己的過敏啦 我吃螃蟹 我吃毛蟹的時候比較注意 現在毛蟹一樣 就是要吃 我這時候就是誤會 誤會就是 我是對現在過敏 你知道嗎 我吃得很嚴重 我就是毛蟹煎到黏成一線這樣子 哇 送進進進 對啊 今天就要去水 去煮什麼 大陸也一次也試吃 又直接去進進 我想說奇怪 剛才我是對這 現在過敏 現在有的現在我過敏 有的現在我沒有事 因為我後面 我很愛吃 所以有時候 他就用神農市場白口的信 我就去企劃一下 就企劃一下 因為有人有人告訴我 這很新鮮 這一定沒事情吃 這真的沒事情 然後我想說 奇怪 剛才是對這個貴賓 我每次吃都會得到 而且越吃越嚴重得到 現在我當時有時候沒有 所以我覺得 有的人吃芥末還是吃毛蟹 貴賓是兩層的事情 這層的事情就是說 它是沒錢 因為沒錢 海鮮裡面有組織案的出田 因為它腐爛的過程 都有組織案 這叫做組織案中毒 根本就不是你貴賓 所以第一站就是 這第一站就是 蘇星你存一分證 好 就是沒錢 第二站就是 有時候 他在裡面有放油 有時候放得久 這裡有放一些油 你是對那個油的貴賓 所以你自己注意就好 第二 因為我這個事情也是可以吃 因為我愛吃就給他注意 因為我也是有一個 叫做香豆腐南素的東西 香豆腐南素 福南素 就是說它的成分 有跟我們的藥物代謝 這個機制有關係 所以有人在說 你油的剛才吃的時候 會想像葡萄柚一樣 你不要吃太多 你如果吃這個油的 什麼降血脂的啊 或是降血壓的啊 所以要比較注意 就是會改掉啦 可能會給你 不是改掉 它讓藥效更強更強 因為它讓你的代謝 是不是受到競爭 對 濃度會變高 對 所以藥物濃度會變高 有的人的副作用會變明顯 所以就要注意 尤其是學堂學 這樣就 學止 學堂學要學止 就不是在正常的範圍內了 對 它會變成讓你的藥物 比較久 所以它的問題是這個啦 好 其他就是說 它也很會放品 沒有 那也是一種問題 因為我們上的年紀 就希望優雅一點 對啊 所以現在 我覺得 這是秋天養生 我本來想說 我們秋天養生 要說一集 還要說一集 還不夠 好啦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蘇青 給我們帶來很多很好的觀念 我現在我待會兒也來市場 好好買一個 好 要逛一個洛神 就讓大家一起 兩位留教 越來越健康 謝謝我們蘇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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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大家好 我 鄧惠雯 阿輝 為你做會 心思 有人 知道 哇 今天我們聽蘇青 跟我們說 很多秋天養生 一些關聯 其實我也覺得 現在很心動 等一下 想要來趕快泡一點洛神 來吃 還有什麼樣的 事情大家要注意 秋天可以更健康 我們來看看 日秋月 就是要秋季養生 現在我們來注意 的整個方便 就是順應事實 這順應事實 中醫書 很多中醫書 像吳明珠醫師 也跟大家說 秋季 就是陰氣 比較盛 灶氣 也會比較明顯 灶氣 就是會影響到 我們的肺 以中醫來講 就是肺精的部分 所以很多人 會覺得說 秋天的時候 覺得這樣 腦不會清 稍微搭搭 肝殼少痰 會腦痛 平常覺得搭搭 脆搭 後看 皮膚變粗 身體 有的人 就會比較 比較燥 比較乾 比較燥 有的人 就會比喻 這些都是屬於 肺燥的現象 尤其是中老年人 比較明顯 所以我們大家 跟阿輝 一起 我們秋天過 後比較好 最重要的就是 要健脾清熱 健脾清熱 有一些重點 我們來看 中醫師的建議 吳明珠醫師 有跟大家建議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健脾清熱 利師 健脾清熱 利師 要吃什麼呢 白色的 白色的食材是補肺的 所以可以吃菜桃 白河 白芒膩 莲藕 山藥 鼻奇 萊 秋葵 喝一些米 蜂蜜 吃白 吃豆奶 是黑芝麻 雖然說黑芝麻是黑的 但是它也是有潤肺的功用 养 陰 清 燥 其實這個時候 吃一些蜂蜜 水梨可以生津止渴 止渴化痰 清熱 降火 潤肺 去燥 我感覺 聽聽聽 我現在好像 很想來燉一點什麼 好 那這個 醫生方便 也給大家一些建議 立秋之後 常見的一些疾病 如果大家有這個 老毛病的話 就要注意像 咽喉嚴 咽喉嚴 這裡有一個說法 如果你常常是 喉嚨比較乾燥的 秋天的時候 會說比較少 會說比較少 所以我們 像這個錄音 每天錄音的時候 也是要很小心 去使用自己的嗓子 像剛才跟大家說的 一些滋陰潤喉的東西 都會有幫助的 百合銀耳 黑木耳 梨 這些 尤其是那些比較壞 天氣 如果大家想要吃麻辣鍋 吃辣的 這個其實對身體 都不是那麼的好 可能以前是少年的時候 你覺得沒差 但是中年以後 你就會覺得 像我們經常在講話 這種人 我們這種職業 像老師 還是像媒體有工作 像我們做醫生 常常要講話的人 你試試看 吃一點點辣 接下來兩三天 那聲音都是緊的 然後就覺得很暗 所以這個是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把自己當成是 使用聲音的人的專業 來保護你的嗓子 保護你的喉嚨 也不要去KTV 大聲 其實我覺得KTV 唱歌真的還好 最傷嗓子的 就是大家坐在裡面 有人在唱歌 有放音樂 你還要跟人家開槓 要畫很大聲來開槓 那個真的是 對煙火很不好 尤其是醫生說 秋天這個特別不適合 再來就是感冒 感冒 日常要這個運動 變化比較大 所以才會感冒到 人家是感冒到 對抵抗力比較壞 抵抗力比較壞 各種的病菌 就有可能發作起來 所以夏秋交際的時候 現在這個時候 在那裡等候 天氣變化的時候 要防寒 室內也要注意通風 那另外感冒 如果是身體心血管 有問題的人 心臟 血管 比較不穩定的人 千萬不要感冒 感冒 就影響到 心血管疾病 被誘發 這個也要注意 再來 再來一項 很重要 就是胃症 像胃食道逆流 肚子會中 還是胃生比較多 胃潰瘍 舌子腸潰瘍的人 有沒有覺得 在換季的時候 特別的辛苦 這也是一樣 就是跟季節變化有關 所以胃如果比較壞的人 我們就要注意 要保持溫暖 當時你如果是出出裡面 有冷氣到沒冷氣的地方 這個變化 你就會覺得 胃這樣撐一下 這個就是胃比較敏感的 要保暖 飲食怎麼辦呢 飲食有四個原則 溫 蛋 素 鮮 定時定量 少吃 多餐 可以多餐 冷的 硬的 燙的 辣的 這個都不要吃 還有太黏的 這個黏 跟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那種 有多糖體不一樣 這種黏是指說 你這個東西不好消化 像是糯米啦 油飯啦 米糕啦 這種東西 麻糬 這個這一類的東西 對胃比較不容易 不容易消化 還有不要抽菸 然後不要喝酒 哇 大家說 這樣沖天很無聊的 沖天就是要來 喝酒 吃燙燙 火鍋 麻辣鍋 讓身體熱起來 不是啦 那種熱 不是我們這種溫補的熱 那種熱是一個刺激 辛辣刺激的 這個都其實慢慢的養生來講的話 都要注意 好 那麼現在這個呼吸道疾病 尤其是過敏的 本來在秋天比較厲害 大家現在都戴口罩嘛 這個吹眼也是有很多幫忙 很多呼吸道過敏的人 他這陣子都覺得電動比較好 再來就是腦血管疾病 腦血管疾病 那中意的功法就是含氣跟造血 含氣 含跟造 這個互相結合 血管會收縮 所以腦血管病變 也可能在這個時候發作 像中風 秋天 冬天 都會會生 所以立秋之後 我們要多吃什麼呢 含蛋白質 鎂跟鈣 這個豐富的食物 有效的來預防 腦血管疾病 而且吃飯一定不要吃太飽 以上是食物的 一些注意 那大家特別要留意的就是溫差 溫差的部分 另外在水果方面 有一些像橘子 柠檬柚子 這種有比較酸味的食物 可以收斂廢氣 收斂廢氣 如果說立秋的時候 你還是覺得這個暑灶 暑熱 夏天的這種熱氣還沒有消靜的話 也可以再吃一些綠豆湯 蓮子 百合 來健脾 開胃 以上大家有比較有關聯嗎 其實我覺得 一個四季的變化 如果有一點心情的準備 我們都會來吃什麼 來換季啊 有的人家裡連餐具都會換季 食材 注意一下現在 大廚的食材 我們盡量來吃 一些大廚的食物 這種心情其實也可以幫助自己 在精神上去適應季節的變化 因為阿輝是精神科的醫生 也要給大家提醒一下 秋天冬天的時候 有可能心情會比較低落 像這個憂鬱症 憂鬱症 在秋天冬天的時候 很容易會喘 復發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有幾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光線的變化 其實影響也是很大 現代人可能聽眾朋友說 光線我都沒差 我整天去辦公室 都是在室內 其實還是會有一點差別 如果你的辦公室有窗沒有窗 還有你通勤的時候 外面的接觸 尤其是聽眾朋友 你習慣比較好的 有運動的人 這個都有機會接觸外面的光線 如果是秋冬比較常常陰暗 然後日照比較少 有時候我們光照不足 也是引起身體 種種神經的分泌 神經傳導物質 身體的內分泌 會有變化 會有不同的 其實以前抗憂鬱症的油 比較沒那麼發達的時候 像我以前 剛開始在做精神科醫的時候 旁邊有一間房間 一間一間 桌上都打了一間 特殊的燈 那是一個特別波長的燈 心情壞的人 就是憂鬱症的人 他其實每天都會有個療程 每天就來醫院 坐在那一格裡面照那個燈 你可以休息 可以聽音樂 還是打坐冥想都可以 但是就是要讓 你這個接觸身體跟眼睛 接觸到那個 特別的波長的燈光 這個是一個光照療法 其實這一個 我們一般的生活 裡面我們就可以注意了 盡量像像阿輝 我有點覺得 雖然我是人 我是冬孫 有時候有沒有覺得植物 那是沒有這個照到太陽 沒有太陽光的時候 我自己會覺得有點悶悶的 大家有這種情形 可以注意一下照顧自己 這個第一個光照 那第二個秋冬 為什麼容易憂鬱 也是因為一年將近歲末 所以你會聽到很多地方 都在做很多事情 在收尾 新的計畫比較不會開始 你說我們公司 如果說新的project project就一定沒有人 很多人說十個十一個 這叫做第三季 第四季 就開始的沒有人 一般人也會開始 跟我說 這個秋收東藏 開始的心情 就自然想說 我這年有做什麼事 像我們這個會社 經常就想說 啊不是這麼過年 年頭而已 怎麼會說年月 中秋也過了 馬上就是又一年要過去了 這個秋季的時候 我家的孩子也開始問說 什麼時候 可以來買新的聖誕樹 聖誕裝飾 我聽到就感覺 感覺有壓力 奇怪了 我一年又過了 一年又過了 這種心情 我們也比較容易感傷 感傷之外 有時候一年本來有個目標 我們新年的時候 不是都會許願嗎 今年的願景 今年的願望 結果今年就沒有 沒有達標 哇這個看到十月 月曆進入十月 十二月 越現越後面 手仗用到最後面了 感覺說我今年手仗都空空空 沒有記錄什麼有意義的事情 沒有什麼進障 這個都會讓我們比較憂鬱 所以大家多照顧這方面 表現自己的心情 來秋天要健康喔 我先不說 1 0 1 1 2